第2727张先帝围攻 阴波攻击不同于魂力攻击 冲击的力道更强 如果是魂力攻击 柳无邪道也不去 他的魂力厚度早已堪比高级先帝境 这种阴波攻击最难防御 可以通过人体任何地方进入体内 攻击你的器官还有五脏六腑 让人防不胜防 柳无邪肉身强横 魂海更是浩瀚无边 张水一番攻击 并未伤害到柳无邪 就在张水攻击的那一刻 分战两侧的邓峰跟荣公迅速出手 三人合作应该不是第一次了 每次都是由张水率先攻击 利用阴波攻 让对手陷入被动境地 另外两人负责偷袭 可以说是配合的天衣无缝 难怪他们三个 一直无视柳无邪 原来有必胜的手段 两人刚一逼近 柳无邪猛的出拳 令人窒息的力量 横扫两人 不可能 你竟然无视张大哥的爆裂冲击 邓峰大吃一惊 他们联合多次 每一次都能成功击败对手 但是这一次 他们有些失算了 张水手中拿着的那柄破罗 可不是凡物 全盛时期 乃巅峰先帝气 因为缺失了一脚 导致破罗威力不如全盛时期 那也绝非先皇境所能抵挡 让你们见识一下 什么才叫魂利加音波攻击 柳无邪全速出拳 两人一时到不妙 竟然朝后退去 这些先帝竟看似强大 实则各个狡猾得跟狐狸一样 一击不成 迅速后撤 柳无邪并未成胜追击 而是怒吼一嗓子 吼 犹如天雷滚滚 可不得音波冲击 夹杂着令人窒息的魂力 直奔戎姑还有邓峰的魂海 没有任何招式 柳无邪靠的是精纯的魂力 以及强大的肉身 仅此而已 啊啊 只见邓峰跟荣姑两人 迅速捂住脑袋 发出痛苦的惨叫声 柳无邪的魂力 可是堪比高级先帝竞 诛杀他们 还不是手到擒来 我的魂海 还没等邓峰说完 魂海犹如一枚透明的玻璃球 瞬间炸开 化为一团混沌 吃去了魂海 邓峰犹如白痴一样 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趁此机会 宽谷站简怒劈下去 邓峰肉身彻底炸开 被吞天神顶吸入进来 强横的先帝法则 在吞天神顶之中流淌 虽然邓峰修为不咋地 不愧是出自太古家族 这些先帝法则 要比先界那些先帝强横好几倍 同样都是先帝竞 从战斗力上划分 邓峰的修为 最少要比先界先帝高三重左右 这就是太古家族 跟先界之间的差距 紧接着是荣姑 她的魂海 也好不到哪里去 碎位全部炸开 基本杂得七七八八 失去了反抗能力 在荒谷站简强势碾压之下 很快化为一堆雪水 前后也不过半溪左右 柳无邪轻松收割两名先帝境 这要是传出去 估计没有人相信 张水整个人愣在原地 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 柳无邪给他造成的视觉冲击 太强悍了 情不自禁打了一个哆嗦 到你了 柳无邪得势不饶人 没打算放过他们 放虎归山 后患无穷 既然要杀 就杀得彻彻底底 炼化三名先帝 外加一尊太古一种黄金豹 突破先皇七重的概率更高了 加上九龄先牙还剩三分之一能量 足以让他的实力 再次提升一个大台阶 此刻的张水在柳无邪眼里 可不是一般人类 而是一尊一栋宝库 斩杀再多的先帝一重 远不及斩杀一尊先帝三重 身体长驱直入 为了尽快结束战斗 柳无邪同时施展好几门先术 太荒世界无比充盈 魂力更是强大的一塌糊涂 可以支撑他同时调动三门先术 猎天一击 暴杀 鬼斧 三门先术一股脑的施展出来 导致周围的空间正在慢慢塌陷 这里的世界可是要比先界强横一百倍 纵然是先帝进来 战斗力也就堪比先皇左右 很难撼动这里的空间法则 仅凭一种先术 当然无法造成如此恐怖的景象 三门先术同时施展 威力绝不是一加二等于三那么简单 而是成倍叠加 尤其是暴杀 随着修为越来越高 连空间都能禁锢 张水感觉自己的身体 无法动弹 仿佛被人施展了定身术 汗是长矛以无体的姿态 凌空刺下 锁定了张水的身体 龟斧更是力大无穷 斩下的那一刻 天地震荡 成片成片的石块承受不住 被强势碾碎 张水不愧是先帝三重 当然不会坐以待毙 举起手中的破螺 再次敲下去 这次攻击力道 跟刚才完全不同 刚才是攻击柳无邪的肉身 这次是破解柳无邪的攻击 暴杀禁锢了周围空间 无法让张水彻底失去行动能力 只能将它封控在极小的范围内活动 枪 强横的撞击声 形成一道道连衣 这些连衣竟然变成防御罩 将张水的身体团团包裹起来 如此古怪的防御方式 柳无邪还是第一次遇到 果然这些太古家族 没有一个简单的 这点防御就想抵挡我 真是可笑 柳无邪没有既出阵魂印 而是右手一点 独魔剑横空出世 去 独魔剑化为一道立光 狠狠冲向张水 犹如闪电一般 快得不可思议 还没等张水反应过来 独魔剑已经到了近前 眼睁睁看着独魔剑刺向自己的防御层 小子 这是你逼我的 张水也豁出去了 咬住舌尖 喷出一口精血 这是要跟柳无邪拼命了 燃烧精血的那一刻 张水气势大涨 困住他的空间 犹如密集的蜘蛛网一样 不断分裂 柳无邪眉头紧皱 抱走的张水 实力提升一倍之多 汗是长矛已经刺下 竟然被张水手中的破罗给抵挡下来了 这破罗倒是一门不错的仙气 拿回去可以壮大天道会 咔嚓 独魔剑轻松撕开张水的防御 而这时候 鬼斧紧随其后 锁定张水的脑袋 面对斩下的鬼斧 张水无动于衷 从怀里拿出一枚奇怪的丹药 一口吞服下去 无言 不能让他吞服爆魂丹 外面的战斗 吕柔看得一清二楚 连忙出言提醒 还是晚了一步 爆魂丹被张水吞入腹中 柳无邪还是第一次听说爆魂丹这种东西 具体有什么作用 还不清楚 第2728张神秘虚影 吕柔急的大喊了一声 让柳无邪赶紧阻止 张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事 将爆魂丹丢入口中 等柳无邪出手 时间上已经来不及了 爆魂丹的作用是什么 柳无邪连忙朝吕柔问道 就是战斗的时候 可以通过燃烧自己的精血来提升战斗力 而爆魂丹能在极短的时间内 壮大元神 拓宽魂海 能让修为提升两级到三级左右 吕柔快速地解释道 这些太古家族都掌握炼制爆魂丹之法 但不到万不得已 没有人愿意使用 一旦吞服爆魂丹 意味着终生没有希望晋级了 而且爆魂丹会对魂海造成不可逆的伤害 导致魂海出现无数裂痕 最直接的结果 修为大跌 张水心里很清楚 自己不是柳无邪的对手 只有吞服爆魂丹 还有一战之力 为了活下去 只能选择拼命 只要拿到黄金爆以及朱燕宝骨 一切都值了 这些宝物 可以请炼神进强者 修复他的魂海 重回巅峰 攥起来 他这个买卖还是很划算的 果然如吕柔所说 爆魂丹入腹后 张水的修为 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迅速攀升 刚才还是先第三重 眨眼间的功夫 突破到先帝五重巅峰 距离先帝六重 只有一步之遥 看到张水停留在先帝五重 柳无邪输了一口气 他现在的战斗力 对战先帝五重 应该已经是极限了 恐怖的魂力 刺散开来 将爆杀形成的禁锢 强势撞开 空偶 中围空间塌陷 张水也恢复了自由 扭动一下脖子 张水发出野狼一般的声音 嗓子里面像是卡着一个什么东西 这是吞服爆魂丹的后遗症 全身血管膨胀 压制住了喉咙 饺子 你可以死了 声音歇斯底里 张水几乎是一字一顿地吼出来 右手拿起棒锤 狠狠地敲在破螺上 滚力提升到先帝五重后 敲击的速度 以及音波攻击的范围 提升了好几倍 柳无邪不敢大意 调动两大太古元神 凝神被战 音波攻击 除非你能用同样的方式反正回去 不然只有闭上五关这条路 手持荒谷战检 强势突击 破天 太荒世界发出震耳欲聋的呼啸声 骇人的金色法则 犹如洪水猛兽 冲出柳无邪的体外 刚才诛杀龙姑跟邓锋两人 并未出尽全力 这才是柳无邪真正的力量 张水眼眸中流露出一丝凝重之色 柳无邪爆发出的力量 竟然不在他之下 音波冲击已经到了 天道神书形成一道护盾 加上之前灵族修炼的灵魂之术 双管齐下 牢牢锁住自己的魂海 嗡 柳无邪感觉自己大脑嗡嗡的 像是无数只苍蝇 在自己耳边飞来飞去 那种感觉很不好受 空 破天轰然而下 被张水手中的破罗抵挡下来 形成惊天火光 冲向天穷 饺子 你太弱了 谢谢你替我杀了他们两个 这样你身上的宝物 都属于我了 张水丝毫没有因为邓锋跟荣姑的死 感到一丝难过 反倒是感谢柳无邪 杀了他们两个 自己就能独享宝物了 如此薄情寡义之人 还真是少见 身体一个倒卷 柳无邪后退了几十步 这才定住身体 张水也不好受 胸口在剧烈起伏 吴爷 暴魂丹有时间限制 张水不过先第三重 暴魂丹的作用 最多只能坚持斩查时间 你只要拖住了 他必死无疑 吕柔再次出言道 让柳无邪选择拖延战术 拖得越久 张水就越着急 招式中的破绽就越多 柳无邪点了点头 他已经看出来了 张水每一次出手 气势就会衰弱几分 为等柳无邪站定 张水主动出手 看来他想要在斩查之内 结束战斗 炎宇真火 柳无邪召唤一声 身后出现一对火焰羽翼 这里是太古世界 连这些先帝 都被强横的法则压制的 无法飞行 柳无邪不同 利用炎宇真火 幻化出朱雀双翼 可以凭借双翼短暂的滑行 虽然无法长时间飞行 拖延一段时间足够了 张水一番攻击 全部落空 饺子 我看你能躲到什么时候 张水有些着急了 出手速度越来越快 鬼谋跟时空之眼即出 张水每一次攻击 看得一清二楚 之前招数密不透风 随着时间的流逝 张水已经出现好几次破绽了 柳无邪并未选择攻击 依旧选择防御 他现在的战斗力 虽然堪比先帝五重 真要死磕 必定是两败俱伤 最后的便宜的可能会是其他人 最好的办法 耗尽张水体内的力量 一个弓 一个手 你来我往 气得张水哇哇大叫 柳无邪肉身强横 速度在言语真火的加持下 他竟然奈何不了 不知不觉 快要接近斩查时间了 张水各种手段都是出来了 依旧奈何不了柳无邪 他最大的攻击手段 就是手里的破罗 偏偏柳无邪魂海 异于常人 换作其他低级先帝境 早就被张水震碎了魂海 差不多了 见张水气势没有刚才那么强横 柳无邪选择强势反击 张水见情况不妙 趁着爆魂丹能量还没消失 居然朝远处掠去 现在想走 不觉得太晚了吗 柳无邪岂能让他逃走 这种太古家族先帝 身上必定负的流油 除了先经之外 各种灵丹妙药应该也不在少数 张水他们的出现 让柳无邪意识到强烈不安 既然他们知道自己获得朱燕宝骨 那些顶级先帝必然也知道 让他们找到自己 后果不堪设想 唯一的办法 不断提升修为 就算不能战胜巅峰先帝境 起码要有逃生的手段 只要能逃出去 天高润鸟飞 没人知道他是谁 所以炼化张水 势在必行 仅靠练化黄金鲍跟邓锋 还有龙姑 还不够保险 加上张水 突破先皇七重十拿九稳 郑魂印 出 受死的骆驼比马大 张水虽然气势不如刚才 那也是实打实的先帝三重强者 身上肯定还有其他逃命手段 柳无邪不给他任何逃走的机会 直接祭出了郑魂印 祭出的那一刻 郑魂印迅速放大 形成一道金色大印 落在张水的头顶上 不要 张水按道一声 从百横口中他已经得知 那个小子手里掌握一门秘宝 可以镇压先帝三重 此时见到 果然如此 而且要比他想的还要强横得多 郑魂印压制住张水后 柳无邪长驱直入 手持荒谷战剪 朝张水的肉身 狠狠斩下 小子 我跟你拼了 张水自知逃生无望 竟然选择自爆 宁可死 也要拉着柳无邪做垫背的 千帝自爆 绝对惊天动地 肯定会伤到自己 柳无邪眼眸一横 是已至此 只能豁出去了 吞天神鼎 给我吞噬 必须要趁着张水自爆之前 将其吞噬进去 郑魂印只是镇压 无法彻底斩杀张水 吞天神鼎化为一尊黑洞 将张水的身体笼罩起来 老祖 救我 张水身体不受控制 一点点朝吞天神鼎里面飞去 就在这时候 捏碎了怀中一枚特殊的符露 只见那眉骨铜色的符露炸开 出现一道虚影 朝柳无邪狠狠狠抓过去 又来这套 柳无邪有些烦了 当日击败旅山还有百穷的时候 百恒就通过特殊手段 将他们救走 这些太古家族 手段太多了 远非仙界所能比拟 我想杀的人 没有人可以阻止 这一次 柳无邪绝对不能重蹈覆辙 让张水活着逃走 斩杀太古家族先帝的事情 太过重大 一旦泄露出去 后果不堪设想 有可能会连累到整个仙界 碧瑶宫虽然强大 在这些太古家族面前 还是太渺小了 最好的办法 杀人灭口 一劳永逸 屈颖出现的那一刻 柳无邪已经动了 破神掌 调动剩余所有能量 将力量集中一起 惠拒巅峰一掌 寂出的那一刻 周围天地传来 震震报名声 乔小蝼蚁 也敢对我动手 屈颖五官不是很清晰 居然能口吐人言 这可不是一般的先帝投影 有可能是分外化身 具体什么手段 柳无邪也不清楚 将力量封印在俘虏中 还能自主说话 拥有一部分灵智 他也是第一次遇到 至已至此 没有后退的余地了 屈颖暴怒 探出自己的右手 朝破神掌碾压下去 卡卡卡 破神掌竟然承受不住 不断炸开被虚影一掌碾碎 这股力量绝对达到了 巅峰先帝境 仅仅一道俘虏攻击 就堪比巅峰先帝 那真身降临 岂不是 柳无邪不敢往下想 难道这个虚影老者 乃练神强者 如果真是练神境 那事情很麻烦了 扶桑术能否助我一臂之力 柳无邪招呼一声 现在唯一能击败这道虚影的 只有扶桑术了 张水不到生死关头 绝对不会动用老祖的力量 使用一次 意味着老祖的力量就会削弱一次 扶桑术纹丝不动 连大理柳无邪的意思都没有 气得柳无邪发出一声怒吼 刚才练化九龄先牙的时候 扶桑术可没少吸收九龄先牙中的能量 既然扶桑术不肯帮忙 只能靠自己了 黑化 没有任何犹豫选择了黑化 第二千七百二十九张神奇建筑 必须要趁着虚影救走张水之前 将其毁灭 一旦让张水逃走 自己将陷入无边无际的追杀当中 得罪一个百家 已经让他焦头烂额了 再得罪张家 以后更是寸步难行 邓丰跟荣姑两人家族虽然一般 对他来说 同样是庞然大物 黑化后的柳无邪 看起来极其恐怖 身躯要比之前更高大了 犹如一尊太古巨人 随着修为越来越高 黑化后的战斗力 也在不断增加 身高五丈 站在那里 犹如一座高塔 暴杀 破神掌 猎天一击 依既是三管齐下 三门超仙术 一股脑的施展出来 威力汗天 抓向柳无邪的这道虚影 竟然被禁锢在原地 黑化后的柳无邪 战斗力已经堪比高级先帝近了 轰轰轰 一道道攻击 将虚影牢者笼罩 砸得他晕头转向 没见过如此奢侈之人 能掌握一门超仙术 足以逆天了 柳无邪道好 施展出来的每一门仙术 都是超仙术 到底他是如何做到的 未等虚影做出反应 柳无邪强势将张水吸入吞天神鼎 树枝不尽的磨练 从深处钻出来 将张水的身体团团困住 无法动弹 暴魂丹的能量逐渐消失 张水实力大打折扣 任由柳无邪囚禁 嘴里发出各种咒骂声 随着猎天一击的降临 出现的虚影老者 身体顿时暗淡下去 饺子 我记住你了 你竟敢伤我后人 随着一阵狂暴的能量涌动 虚影直接炸开 化为一团虚无 活捉张水 击溃虚影 柳无邪迅速撤去黑化 肉身传来阵阵酸痛感 烈化了柳木之心 肉身提升了好几倍 正常施展一门超纤术 问题不大 刚才同时施展三门超纤术 已经超出了肉身承受范围 这才出现了酸痛感 远处还有纤兽 朝这边聚集 除了纤兽之外 柳无邪还看到了不少罕见的种族 应该是被音波冲击吸引过来 走 此时不走 更拜何时 化为一道流星 朝远处掠去 无法飞行 只能靠双腿赶路 越走越偏 柳无邪竟可能选择茂密的树林 避开他们的感知 此地空间法则强横 先帝的神石 渗透面积十分有限 逃出去几百里后 这才放慢脚步 之前战斗的地方 出现了好几尊先帝竟 看着破败的区域 每个人为雨紧缩 是谁出手杀了三名先帝 天都大帝坐下四位护法到了两位 进入这座太古世界后 四大护法分开行动 天然跟黄陵一组 地渊跟玄翼一组 分开后 可以探测更远的地方 开口说话的是玄翼 从游离的空气中 扑捉到三名先帝竟的气息 滔铁过来了 我们赶紧离开 地渊看了一眼远处 只见滔铁正在朝这边飞速赶来 他们两个虽然修为极高 面对滔铁 没有任何胜算 除非老大在这里 权益点了点头 两人迅速消失 等了约莫数息左右 滔铁率领大批仙兽 出现在此处 柳无邪虽然将斩杀的那些仙兽 收尽吞天神鼎 但是他们死后残留的气息 却无法抹除掉 人类感知的不是很明显 对于这些太古异种来说 凭借这些残留的味道 就能判断出之前发生了什么 两尊太古神员 还有太古金刚狼 在四周巡视一遍 回到了滔铁身边 发出几声低沉的吼叫 会报这里曾经发生过的事情 滔铁双目星红 死去的这些仙兽 都是他的子民 竟被小小人类斩杀 吼 一到今天的怒吼声 响彻天穷 柳无邪相隔数百里 都能感受到滔铁体内 那股暴力的气息 声音是从大战的方向传过来的 难道滔铁发现了什么 柳无邪坐在一株大树上 喃喃说道 连巅峰先逼近 都不愿意招惹滔铁 可想而知 滔铁有多恐怖 收回目光 暂且不去管他 眼前最要紧的还是提升修为 梗突破到先皇七重 意味着晋升先皇后七 实力又会发生至的变化 到时候面对先帝五重乃至六重 都有一战之力 一战之力不代表就能击败对方 只是其逢对手 两者战斗力相差无几 想要彻底击败对手 需要有绝对碾压对手的实力 要尽快找一个安全的地方 突破不容有失 鬼谋四处查看 发现周围都是大树 想要找一处绝对安全的地方 并不容易 烈化九龄仙崖就是很好的例子 险些被赶来的仙兽杀死 万无目的地行走 柳无邪也不知道走了多久 既没有找到这座世界的出口 也没有找到何时突破的地方 不知不觉 穿过了茂密的树林 前方出现一些奇怪的建筑 每一座建筑 类似于翻开的一本书 仔细看去 又像是一对飞翔的翅膀 数量非常之多 初略看了一眼 多达几百个 而且这些建筑有大有小 最大的建筑 长达几千丈 一眼望不到头 最小的建筑 跟正常书籍没有什么不同 静静的立在原地 好古怪的建筑 柳无邪也算是见多识广 什么奇怪的建筑 没有遇到过 像这种如同书籍一样的建筑 确实罕见 过去看看 说完 从山丘一跃而下 朝建筑群掠去 远远望去 除了柳无邪之外 其他几个区域 同样有修士发现此地 正在朝这边靠近 还真是麻烦 柳无邪无奈之下 利用先皇法则 将自己的面孔遮挡起来 不出手的情况下 纵然是先帝 都很难发现他的真身 越来越多的人发现此处 柳无邪朝离自己最近的一座建筑掠去 靠近之后 发现建筑光秃秃的 没有门户 整个建筑用光滑的石块堆砌而成 奇怪 这些建筑到底是做什么用的 柳无邪一连查看了好几座这样的建筑 结果都是一样 并无奇特之处 以为建筑里面自成空间 现在看来 事情不是他想的那么简单 这是一种古老的祭祀方式 用这些建筑 沟通天地 沉默的清木林 突然开口道 柳无邪眼眸一缩 什么祭祀 可以沟通天地 你知道这是什么祭祀方式吗 柳无邪连忙朝清木林问道 不清楚 我之前好像从哪里见到过 具体想不起来了 清木林摇了摇头 记忆太久远 就算他想起来 也只是一些片面的信息 既然用于祭祀之用 证明这座世界当年住过人 或者住过其他生物 至于什么生物 暂且不知 还有一点 刚进来的时候 遇到的那尊黄金战士 又是怎么回事 各种谜团困扰着柳无邪 抓了抓脑袋 朝另外一座建筑走去 翁 就在柳无邪走到这些建筑中间区域的时候 天地传来一阵强烈的翁鸣声 顿时间 所有建筑全部亮了 喷射出一道道光柱 跟其他建筑搭建了桥梁 眨眼间的工夫 剑柏座这种建筑 居然形成了连接 构造出一幅奇怪的画面 柳无邪抬头朝天上看去 一副从未见过的图画出现了 其他进来的修饰 同样是一脸震惊之色 每个人脸上充满着不可思议的表情 天觉星辰 一名先帝发出一声惊呼 看到头顶上图案的那一刻 激动地颤抖起来 前辈 何为天觉星辰 其他修士纷纷上前 询问这名前辈 想要知道 天觉星辰是什么 包括柳无邪在内 他的记忆中 并没有找到关于天觉星辰的信息 太古时期 神魔逐入 那个时候除了三千世界之外 还有许多不知名的世界 他们更为强大 如今流传的域外种族 他们就诞生于天觉时空 传言那里的世界 要比我们所居住的三千世界 更为强大 这名先帝竟缓缓说道 此话一出 四周一片哗然 前辈 难道说 这些建筑 难道是一座宇宙传送阵 可以连接天觉时空 一些聪慧之人 很快想到了其中原因 也不确定 希望不是吧 域外种族太强大了 我们人类目前 远不是域外种族的对手 这名先帝一脸惆怅地说道 每间隔一万年 域外种族就会出现 掠夺一部分种族离开 如今这一代人 并未经历过 对域外种族 也没有太多的敬畏之心 但是许多老一辈 依稀记得 域外种族的恐怖 头顶上的星辰不断变化 一股莫名的力量 从头顶上空涌入下来 这是什么力量 众人一头雾水 不知道涌下来的力量是何物 但是柳无邪非常清楚 这些力量 蕴含极强的神性 从混乱天君宝库中 找到一枚蕴含神性的石头 里面散发出的正是这种气息 自从炼化蕴含神性的石头后 体内的仙气还有法则 更加完善 更契合天地 渗透下来的神性力量极强 仅仅是吸入一口 浑身无比舒泰 中为那些修饰 还不知道怎么回事 柳无邪已经寄出吞天神顶 开始疯狂地收取了 虽然他还不清楚 神性具体的作用是什么 但是他可以肯定 神性吸收的越多 修为越精湛 对天地的契合度越高 第二千七百三十张不戒 从图案中渗透下来的神性物质 越来越多 眨眼间的功夫 吞天神顶吸收大量的神性 全部储存起来 其他修饰健壮 纷纷拿出各自宝物 眨眼间的功夫 空中漂浮着各种稀奇古怪的宝物 其中葫芦状的宝物最多 葫芦里面空间有限 装不下多少神性 一些普通法宝 神性进入后直接将法宝给炸开了 神性力量太强 普通的法宝 无法容纳 只有柳无邪 似无忌淡地吞噬 吞天神顶里面空间无边无忌 可以容纳海量的神性物质 柳无邪的举动 引起了周围那些修饰的注意 纷纷朝这边看过来 那是什么法宝 一名半地静目光 看向柳无邪 疑惑地说道 唯有法宝的那些修饰 只能盘膝坐下 尽可能多吸取一些 这股力量太强大了 我快要突破了 一名仙皇八重吸收一部分神性后 气势节节攀升 直奔仙皇九重 唯有法宝的修饰只能效仿 盘膝坐下来 烈化渗透下来的神性 人体承载有限 吸收太多的话 驾驭不住就会跟那些法宝一样 直接被称爆 神性物质的妙用 众人已经知道了 吸收的越多 突破境界的概率越大 饺子 你这件法宝我要了 柳无邪正在默默收取 一道冷喝声从身后转过来 进入此地的修饰 人类大概有二十人左右 还有几尊十人魔 三名鬼族 五名魔族 两头仙兽 开口说话的是一名半地镜 气息魂后 他已经吸取了不少神性 肉身出现了膨胀现象 无法继续收取 所以将目光 瞄准了柳无邪 这些人之中 只有柳无邪的法宝 一直在吞噬投射下来的神性物质 连两头仙兽 吸收足够的神性物质后 只能趴在原地 不敢继续吸收了 神性这种东西 需要慢慢吸收炼化 以此吸收太多 人体肯定承受不住 滚开 柳无邪冷喝一声 让他离自己远点 不然羞怪他不客气 小小半递进而已 他一招就能将其秒杀 找死 这名修士大怒 小小的先皇六众 竟敢对他口出狂言 当众被呵斥 让其杀心大起 一掌朝柳无邪斜披下来 其他修士以及种族健壮 纷纷打量这边 奇怪的是 无一人站出来阻止 包括那名先帝强者 眼眸中都流露出一丝贪婪之色 他们所有人加在一起 吸取的神性不及柳无邪十分之一 难怪流露出这副表情 面对半递进的进攻 柳无邪无动于衷 任由他袭来 搜 穿天梭陡然出现 毫无征兆 吃 牵血狂喷 对付这种货色 柳无邪都懒得出手了 直接交给吕柔即可 他的身份 暂时不宜泄漏 以免引来不必要的麻烦 一招秒杀一人 让剩下那些修士 定住脚步 不敢上前了 他们以为会是一场大战 趁乱抢夺柳无邪手里的吞天神鼎 谁会想到 出手的半递进 一招就被柳无邪灭了 炮强的实力 此人是谁 站在四周那些修士纷纷后退 以免惹怒了柳无邪 五官被先皇法则遮挡 他们看不清柳无邪具体容貌 并不知道柳无邪具体身份 从图案中渗透下来的神性物质越来越醇厚 那些普通先皇境的肉身 无法承载 唯有那名先帝强者 勉强能吸收一部分 越来越多的修士赶往此处 这是神性物质 想要突破炼神境 神性物质必不可缺 吸取的越多 突破炼神的希望越大 又是一尊先帝出现了 这名先帝修为极高 达到了先帝五重 气势滔天 进入此地后 很快认出神性物质 听到这是神性物质 是突破炼神境关键所在 人群顺时炸开了锅 没想到渗透下来的物质 如此珍贵 柳无邪也没想到 神性物质竟然还有如此妙用 当时小伙只是告诉他 这块石头的来历 至于作用并不清楚 加快吞噬 既然神性物质关乎突破炼神境 柳无邪更不会客气了 太荒世界巨大无比 常人可能吸收一部分神性物质 就能突破到炼神境 自己则需要常人的几十倍 乃至几百倍 眨眼间的功夫 场中又出现了好几个种族 五爷 你要小心了 刚才开口说话的那名先帝 同样来自百家 此人叫百黎 一旦知道你的身份 肯定会不顾一切对你出手 吕柔这时候暗中给柳无邪传音 对付那些先皇境 他可以出手解决 一旦有先帝出手 事情就麻烦了 柳无邪暗中点了点头 身体一点点朝外围走去 他已经吸取足够多的神性物质 饺子 站住 玻璃还是注意到了柳无邪 进入此地后 百黎尝试过吸收神性物质 发现肉身储存的那点神性物质少得可怜 能收取神性物质的法宝 太过稀少 目光很快落在柳无邪身上 前辈有何指教 柳无邪先礼后兵 故意将声音压低 我叫百黎 百家先帝 你手里的法宝 可否借我一用 事后我们百家 必定重金筹谢 场中高手太多了 要是直接出手抢夺 传出去犹如百家的声誉 所以提出来 借用柳无邪的法宝 等离开太古世界 再做感谢 听起来倒是合情合理 真的借给他了 能否归还 还是一个未知数 其他人流露出怪异的笑容 每个人心知肚明 东西到了百黎的手里 怎么可能交出来 不借 柳无邪当即拒绝 吞天神鼎早已跟他融为一体 就算能借 他也不会借给百家啊 当众被柳无邪拒绝 让百黎脸色顿时阴沉下来 一丝杀意 从他眼眸深处 一闪而逝 这是十万每天都必 我买下这尊法宝 空手套白狼不行 百黎又换了一种方式 拿出十万天都必 购买柳无邪手里的法宝 十万天都必 倒不是一个小树木了 能买到一般的法宝 吞天神鼎释放出的气息很隐晦 无法推测出来具体达到什么程度 众人以为 充其量也不过仙皇气 一尊仙皇气 价值十万到五十万天都必之间 不卖 柳无邪摇了摇头 说完继续朝外围退去 渗透下来的神性物质越来越纯 却不打算继续收取了 看着大量的神性坠落地面后缓缓消失 站在原地的那些修士急得团团转 眼睁睁看着宝物从自己面前溜走 那种心情让每个人只抓狂 如果大家都不能收取 倒也罢了 偏偏柳无邪可以大肆收取 让每个人心里极度不平衡 柳无邪的回答 彻底激怒了百里 狂暴的杀意横扫而出 我已经给足了你的面子 既然你不识好歹 那就休怪我不客气了 玻璃索性不再隐藏 这些神性物质 喷射的时间有限 一定要趁着喷射结束之前 抢到柳无邪手里的法宝 前辈难道想要抢抢不成 柳无邪发出一道计讽的声音 你们人类废话真多 灾民石魔族 早已按捺不住了 率先出手 朝柳无邪抓过去 石魔族体魄强大 连魔族都惧怕他们 可想而知 战斗力有多强大 通等境界下 人类跟其他种族比 并不占什么优势 守在一旁的太古仙兽 蠢蠢欲动 张开獠牙 朝柳无邪 呲牙咧咧咧嘴 柳无邪目光环固一圈 将周围那些人的表情 尽收眼底 嘴角浮现一抹冰冷的笑容 除了百里比较难缠外 其他人不足为虑 嗡嗡嗡 石魔族拳头横扫而来 打得空气发出阵阵暴鸣声 恐怖无比 柳无邪知道 自己并不开了 既然如此 那就杀他一个天翻地覆 即出荒谷战检 朝三名石魔族狠狠斩下 是那个小子 出手的那一刻 气息外露 所有人都认出柳无邪 最震惊的还是百里 这段时间 一直在寻找柳无邪的下落 居然在这里遇到了 石魔族并不知道柳无邪身份 也不知道柳无邪的恐怖 出手速度不减反增 咔嚓 他们速度快 柳无邪速度更快 光谷战检轰然斩下 三名石魔族的身体直接炸开 化为无数血水 场面残忍至极 柳无邪就是要造成这种效果 让他们惧怕自己 一招斩杀三名石魔族 让很多蠢蠢欲动的人族 以及太古仙兽 集体后退一步 连百横都不是他的对手 他们上去 也是白白送死 所有人的目光 情不自禁看向百里 百家一直在追杀这个小子 今日遇到 岂能放过 至今百家还不知道柳无邪叫什么 只知道柳无邪这个人 包括天都大帝坐下四大护法 也调查过柳无邪的来历 没有任何线索 只知道他刚到天都城不久 姓名以及来历 一概不详 没想到我能在这里遇到你 真是老天开眼了 今天就让让你知道 得罪百家的下场 玻璃正愁着没借口斩杀柳无邪 得知对方身份后 脸上的表情 略显争鸣 这一段时间就让他来历倒了